finished 陶司令 加更老弟呀 你可是席客 我可是专程来拜访你的 谢谢 说好了 不挤得走 好 歹空 我还要跟你杀几盘呢 请 请 你们请 我这一路来呀 真难把你遇到好几个 好啊 二虎子真行 黄老四没有报名吧 没有 二虎做事那是滴水不漏 这份情报送来得非常及时 陶真远这狗东西 果然要投靠日本人 你让黄老四转告二虎子 这种非常地时期 一定要多加小心 千万不要暴露自己 阎君 黄老四病了 病了 严重吗 是劳病啊 那我们的联络员呢 我已经误识好了一位 可靠吗 绝对可靠 老四 我觉得还是让赶牛 从陶家回来吧 你说你这店里 也得有个人盯着呀 没事 我还撑得住 他在那儿待着 多个耳目 总归好些 要不然 我就让大龙尝活来看看 帮你盯着点 我这是老毛病了 这都多少年了已经 玉尚哥伤风感冒的 人就顶不住了 不管 死不了 没事 慢慢来 坐 坐 还渴 赶牛 你这娃呀 一点礼数都不懂 给大龙叫哥 给旧的小伙叫个事 差倍了 这不是叫惯了吗 没事 不就是个称呼吗 叫啥都行 大龙哥 你出来一下 我给你说个事 哎呀 托龙哥 我不想再讨价干了 这事啊 我跟你叔都说了 可是你叔不愿意 他那是浩强 干牛 你也别急 我得空过来 再跟你叔叔慢慢说 往后啊 这个家 怕是需要你来撑起来了 你说开这个车马店 可不容易 我知道 干牛 春桃咋样 最近过得还好吗 好啥 前几天又挨了 讨论员的她 最坏的就属 那个大太太了 她成天跟春桃过不去 娘 好些没 没有 娘腰疼 这头也疼了 死烟 娘快死了 都是那麻婆闹的 我去找个算账去 不是麻婆闹的 是鬼闹的 娘 她都跳了那么多天的大神了 你的病还没跳好啊 只要鬼不赶走 娘的病好不了了 好了好了 娘快起来吧 这没病啊 都躺住病了 躺了那么多天 你不难受啊 谁说我没病 谁说我没病啊 你看看我现在的腰疼死了 头都快炸开了 我怎么没病啊 娘 看来这鬼还挺厉害的呀 大龙 不用太剥开了 黄老师那都有 自己的又习惯了 我觉得四叔这人啊 跟别人不一样 咋不一样了 你看四叔 对我 对二虎 对春桃 都像对待亲人一样 可惜 他就要走了 想一想我心里就很难受 那你就多陪陪他吧 姐 我去了啊 春桃 来 让我看看 别动 让我看看 打烂了没有 还行 还是那么好看 别走 老爷 你俩我走吧 你这看他好好的干吗走啊 你看我这副官 相貌堂堂 武艺高强 你走吧 老师 涛 怎么不练啊 不练了 刘司令走了吗 他今天走 我也要去趟顾阳 你也去顾阳 去拜访一下吴司令 看样子是峰辉路转了 你收拾收拾 跟我一块去 是 我去 子妮 四成怎么哭成这样啊 从康上摔下来了 怎么摔的 山老太太不小心摔的 快 快去找改牛把柳仙石叫来 快 老爷 孩子怎么了 四成从康上摔下来了 我让改牛去请大夫 陶大人 刘先生 陶大人 怎么样 这娃儿这胳膊 是摔断了呀 怨我呀 都怨我 哎呦 娃儿太小 这接骨的活啊 娃儿这拿不准 不如现在就去包头 那儿有个接骨的高先生 远近都有名啊 那你能不能接呢 要说我接也能接 可改变娃儿长大了 捞下个胳膊不值的病 后悔就晚了 不如现在就去包头 来得及 那好 去包头 二十多 老爷 哎呀 您忘了 齐管家到刘家托家收租了 晚些才能回来呢 子民 您跑一趟 行 顺娘呢 哎呦 一早顺娘就要放命放命 她哪能去呀 我是四成的娘 我去 是啊 让春桃去吧 哎呀 再说 不是还有子民吗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啊 司令放心好了 我会照顾好三太太和小少爷呢 好 赶紧去吧 赶紧 背车去 哎 哎 安虎哥 有话尽管说吧 这儿啊 没人听得见 春桃 不是 二虎 커 爹 爹 你 林大哥他去包头了 你怎么不叫我去 我也想去 那是给司呈去治病啊 那又咋了 我又不碍事儿 你要真想玩 那就跟我去顾养 一会儿出发 不去 不去 那就去陪你娘 老爷 司成呢 你把司成弄哪儿去了 你还不知道司成他 我这不是病得起不来吗 我才 你这不起来了吗 我是一着急呀 我这一着急就硬撑着起来了 快说 司成在哪儿 放心吧 我亲娘带着 林副官跟着呢 到包头接骨头去了 非要把孩子抢过去 那你就把这个娘当个好呢 孩子骨头都摔断了 我都后悔死了 娘 我都说了让你别装病 你飞不停 我哪儿是装病啊 我是真的起不了床啊 我是真的起不了床啊 我真的起不了床啊 那就好好养病 来 带你娘回去 娘 不用 我可跟你说 司成药有个好歹 我跟你没完 看她 瞧你这个娘 快去 来人 老爷 有什么吩咐 习管家回来了吗 还没有 董涛 你过来 董涛 谁说苦了 好几次我见陶正元 都想杀了他 你早就该杀了 可我不能了 现在还没到时候 为啥 你就别问了 等我完成任务 再来一期愿做高飞 阿妩 你来抱抱儿子吧 我不抱 为啥 他是陶正元的儿子 阿妩 你来看看他 我看他干啥 你就看一眼 看一眼 你来 你就啥都明白了 来 你看 你看 来看 你来 来 他是你的儿子 阿妩 是 这是我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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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妩 你当爹了 司成他是你的儿子 阿妩 儿子 爹对不起 我这是在做梦 不是 这是老天爷开眼 真的是老天爷开了眼 知道 我没有保护好你 是我没能耐 我在桃府看着你受罪 心痛 你还记得那个红盖桶吗 它下面盖着几双鞋 我看见了 他们把我抢走的时候 我的心也丢在那儿了 你可是在那儿成情的日子 我后悔自己去调水 我咋就不知道有人来呢 你想到这儿 我就是在我儿子 阿妩 你别这么说 这都是命 你要是不去调水 他们一样也会来抢我 你一样也会把我卖到那个地方 桃城也 一样也会霸占我 你不在 有你这条命 我春桃就有叛递 我就有机会报仇 这个仇 这个仇 咱一听得不好 得不好 从那点开始 我就让自己活着 我活着就是为了要救你 就是为了要报仇 我 我怕 我怕你再出什么事 我哲只要给你 后来 我认识一位大哥 参加了革命 懂得了很多很多的道理 你知道吗 其实我不是盐西山的部下 我也不是禁副官 我是莫名来的 我知道 敢留他也知道 我知道你们想保护我 我看你这个样子 在刀府里面走来走去 我的心 我的心就像刀渣一样了 头儿 其实我也一样 爱护我 这日子 啥时候才能到个头 啥时候才能到个头 二虎哥 咱们逃吧 逃 对 这是个最好的机会 带上嫂子和娃儿 逃得远远的 看牛说得对 咱们家人一起逃得远远的 去过人过的日子 不行 现在还不行 二虎哥 你这是咋了吗 我问你 这是不是老天爷给你的机会 是 那你还犹豫过啥 带上嫂子和娃儿走就是了 逃府那是个啥地方 跟地狱差不多 嫂子在那儿挨了多少档 受了多少委屈 再这样下去 嫂子会受不了的 甘牛有些话不能跟你说 有啥不好说的 我都知道 二虎哥 你是个啥身份 为啥来逃府 我都知道 甘牛他不是外人 有什么话你就说了 为什么不能逃 我还没完成任务 什么任务这么重要 你能舍得下我们俩俩 我们逃出去 你就不能革命了 桃儿 没你想得那么简单 二虎 我不管你在外面做什么 可是你看看现在 我们一家三口还有甘牛 如果现在不逃 我们就没有机会了 就算你能舍得下我 可是 你舍得下儿子吗 你的忍心 让他再进桃府 二虎哥 嫂子说得对 要逃 咱现在就逃 逃出去 我和嫂子跟着你走正着 你要是犯了距离 我们跟你说清 大不了说个处分啥的 那样的话 咱就再也不用回桃府了 你们一家又团聚了 值得 你要是不愿意 我带着孩子逃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都不用你管 我只要能带着孩子 死活我都不用你管 那咋成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你说咋办 给发治了病 打道回府 你愿意 我和嫂子都不愿意 我只在死 我要死在桃府外边 不过前面是岛山是火海 咱也躺着一回 逃 真的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 五元根据地 只要能逃出去 去哪儿我都不在乎 是啊 二虎哥 俺跟你走就是了 这样 咱们先去抱头 我到证所把孩子的骨头接上 我赶紧去联系一下 咱事不宜迟 能走就赶紧走 五 九 四 四 四 等 等 等 驾 大虎哥 市长 到了 来 来 给我 四成 慢点 小心他的手 还挺沉的 来 走 到了 等我 来 去吧 齐管家 林副官 三太太 老爷不放心 叫我过来看看 老爷是不放心三太太呀 还是不放心我的 都不是 是不放心四成 陶司令真是爱此心切呀 走吧 一起进去吧 不了 你跟三太太进去吧 我们在外面等 陶司令去顾阳了 没有 吴司令又变卦了 又变卦了 怎么一会儿一变啊 老爷正生气呢 那什么 你赶紧跟三太太进去吧 咱们一会儿路上聊 好 三太太 请进 大夫人 那好 怎么办 会心 以后还有机会 还会讨福 我会讨福 我一向就你出去 老子 司诚 司诚在哪儿呢 娘怎么看不见啊 看见了 看见小帽子了 来 司诚到娘这儿来 乖 乖 我不要做 叫声娘 娘 大声点 娘 让大家都听见 来 娘 乖 乖娃 好乖啊 子兰 昨晚上 我梦见爹了 梦见爹了 爹呀 就站在对面的山坡上 手指着我啊 啥话也不说 那是爹给你托梦呢 你说 爹托这梦 啥意思啊 爹呀 一定是生你气了 你答应过爹救春桃的 可这都两年多了 春桃还在桃府呢 这刘雨刀不是指天发过誓了吗 你让他去啊 他他妈就像个泥球 回回都有理 这回啊 我也不指望他了 我去 你去 啊 为啥 我是怕刘雨刀啊 再对春桃做出啥事来 春桃再有个三长两胆的 我跟爹呀咋交代 所以这几年啊 刘雨刀说不去啊 我就随他了 我早想好了 我去 我要能把春桃救出来啊 也算是对爹有个交代 嗯 一床之隔 两情相望 别紧张 千inação 我不会 坏了你的事啊 清廉姐 我看着他在这个院子里 我心里好害怕 你放心 没有金刚钻的人 不拦着自己活 上一回 那后院的门 是我打开的 现也是我送的 是你 你以为谁啊 你为什么要救我 同命相连 我知道 你在桃府出不去 就是第二个我 惊喜比我还惨 我见多了 我不想让悲剧成严 春桃 你比我命好啊 你至少还有个心上人 垫着你 敢为你 拼了命入虎口救你 如果是我 我死也止了 秦雷姐 你没有过心上人吗 有过 可他在无心里 早就死了 他是个书生 我以为他能带我远走高飞 可是他不敢 他哪怕跟我说一句 清莲 你跟我走 我就是跟他走到天涯海角 他哪怕跟他一起死了 我都不会后悔 可是他没有 就走 眼睁睁的 看着我爹 把我嫁进了桃家 从那刻起 做那刻起 我的心就死了 听脸界 好啦 不说他了 春桃 你还得逃啊 去包头接骨 这么好的机会 我们都没有逃着 没关系 只要有林副官在 就还有机会 不过你也得小心 逃正远 既然能让其他耳朵 跟着你到包头 证明他已经有了戒心了 你是说 他发现二户 那倒不至于 林副官做事滴水不漏的 如果他发现了 那林副官哪能待得住啊 陶正远 他狠着呢 江死了 哈哈哈 佩服佩服 陶司令 其义如此精湛 每次和您下棋回回都输 嘿嘿嘿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 每会下棋 你就让着我 不敢 不敢 大爷 包头廖司令派人送信来 哦 陶司令请公目 你到外面先等着 一会儿我给廖司令回信 是 子明 你拆开孽孽 陶兄 别来无恙 金区信有一事相求 按上级指示 顾阳吴部与刘部 已对共产党根据地 形成合围之事 一举歼灭 指日可待 先命你率部队 速前往顾阳 京城合作 立刻完敌 为同盟军成立 扫清障碍 务必 料上 子明 依你看哪 廖司令信上说得很清楚 这同盟军还没有成立 他倒成总指挥了 老爷 那包头的信还回吗 当然要回了 有来无往非离也 子明 你来歇 就写四个字 逃谋遵命 是 老爷 你真的要去打 共党的根据地 当然要去了 我要是不去的话 那吴清祥和刘家庚 不更有话可说了吗 再说 见面共军 对大家都有好处 请公募 陶司令 很好 二道 把这信让他带回去 是 我这就去 林副馆 是 你马上到警卫连去做好准备 今晚就出发 陶司令 城外的两个营 已安兵不动吗 不 让他们也做好处罚的准备 是 齐管家 该做我都做了啊 这个没用了 记住 这个事谁也不许说 赶紧消失 知道 老爷 老爷 嗯 嗯 咱们鱼儿已经可是下了 就看能不能钓上大鱼了 等着吧 好血就开场了 他真要是卧底 等不到天黑的 不过 这小子惊着呢 老爷 他要跟你斗 他还嫩点 这一局 可是僵到他死穴上了 你都安排好了 安排好了 大门口 城堡在这儿 我都安排人了 等着吧 等到天黑 这儿 这个情报太重要了 晚送出去一分钟 根据地区会多一份危险 必须等到天黑 必须等到天黑 不能让唐志远发现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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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 鬼鬼祟祟的干啥呢 小贱货 还真安心当起娘娘来了 去 给老爷送茶去 我不去 你还敢叫 要去 你去 别给脸不要脸啊 你要真不去也行 我给老爷回话 让他来收拾你 我收拾你 还嫌我手疼呢 属核桃的 这天可黑了 稳住 看谁能够沉得出气 老爷 这天可黑了 稳住 看谁能够沉得出气 我说是 他就有借口要出去 而且上次我还让他单独去了一趟雇洋 对啊 他也真是公当的贪子 我立马收拾他 老爷 天都这么晚了 那屋子还没动静啊 会不会咱弄错了 不着急 到时候自然就出来了 我就怕他 怕什么 他只要一踏出这个大门 就地解决 就地解决 你干吗撞我 你看你把我撞的 三太太 不是我撞的你吧 是你撞的我呀 你胡说 分明是你撞的我 怎么能说我撞你呢 真的不是我撞的你 李大哥 李大哥 你别这样 三太太 你别这样 大太太 居然敢动林副官 你居然敢动林副官 他什么狗屁副官呀 把我撞得还不认账 你看看这一地的 你闹够了没有 让你送个茶就送成这样 回你屋去 回去 去吧 林副官 你没事吧 大太太 我没事 这个小贱活等着 看我怎么收拾他 算了 反正他也不是故意的 你说怎么就这么巧呢 好了 别闯了 我是说这好戏还没登场呢 好戏 根本就没戏 他根本不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 你想啊 他真要是卧底的话 他还会往人身上撞 他恨不能悄悄的飞出去 你这个人 就会顺杆爬 我一说怀疑 你就小提大做 老爷 你不也当真了 你屁话 报告 子明 你先下去吧 来 子明 坐 不用了 我是来请辞的 请辞 对 我要回山西去 为什么 既然陶司令您这么不信任我 我还是走了最好 子明 您这出戏事严给谁看的呀 眼的也太不高明了 您把我当什么人了 共产党的探子 用假层帽来试探我 这招也早就过时了 我来给您当副官 得到您的信任 本来是件很荣幸的事情 可如今您这么怀疑我 我再干下去 岂不是自讨没趣 如果您觉得我是卧底 干脆把我关起来好了 如果觉得我不是 那您就让我走人 子明 你听我跟你解释 陶大人 我在阎大人的没有过的待遇 在您这权遇上 这事要是让阎大人知道了 恐怕陶司令您 不太好交代了 子明 不过您放心好了 只要我走出这个门 这件事情 我不会再提 你坐下 听我好好给你解释行吗 坐 坐下 你看 这才是廖司令的信 你看看 不用了 我不看 好 你不看 那我就跟你说 廖司令在信上说 最近 我们 有很多情报 被共党窃取了 他怀疑 我们 有内奸 这不光是说我这儿 还有 吴司令和刘司令那儿 他下令要严查 那我也不能违背他的命令 所以就掀查到我头上来了 那几个蠢货他们办事前考虑 陶司令 如果我今天要走出这个门的话 是不是我就死定了 这怎么可能呢 这事不说了好不好 不说了 行吗 陶兄 该又叫司令 叫陶兄 至于 小伙子 集里 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斗转心意 是我不停止找到安静 无奈活着守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情 自意 我注定听了口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